外交部从去年年底推出晶片护照 经过一年多的宣导期 即将在年底要起满了 原定护照的规费会从现行的1200元 涨到1600元 但由于农历春节假期是出国旅游 和探亲的高峰期 因此最近外交部老是大排长龙 所以外交部现在决定 涨价的日期要延后到明年的3月1号 希望大家不要再赶着去排队了